嗨,大家好,我的名字叫珍妮·白杰尔 我是美国Agrease Solutions Global公司的投资人 Agrease Solutions Global公司是一家生产水处理媒介的公司 今天我想和大家说的是 我想教你认识哪一种水是真正对你身体有益的 我想大家一定对水的概念有很多困惑 就像对清洁饮用水、安全饮用水、纯净饮用水 还有碱性饮用水或者健康饮用水 这些概念都很模糊 那怎样才知道哪一种水是对我们身体有益的呢 我想告诉你的是Agrease Solutions Global那个水过磷媒介处理的水呢 是唯一的一种水处理技术 在消毒那些水以后呢 不会产生那个消毒附属物的一种技术 所有的水处理技术都会产生消毒附属物 而消毒附属物呢 对你的身体是有害的 它会产生癌症 会对那个新生儿 会出现那个生理缺陷问题 你认识到了这一点 你就知道了 只有我们那个水处理媒介处理的水呢 才会对你身体是有益的 然后还有一点呢 就是其他的水处理工艺呢 会使那个水里的污染越多呢 他们处理出来的那个水呢 也就是那个消毒附属物呢 也就会越多 因为他们会放更多的消毒产品 去消毒那个水嘛 就会产生更多的消毒附属物 这一点呢 是对那个水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想教大家 今天先认识这一点 我会在以后的节目中呢 跟你谈更多的水 关于水的知识 希望大家能够订阅我的频道 谢谢观看 谢谢观看